这个根本就是网上的23条 有关选举在网上的宣传限制 其实主要的作用就是打击泛民的宣传渠道 因为现在老实说建制派 就很少用到网上做一个有效的宣传工具 但是你网上要规限的话 他又很奇怪又不讲清楚怎样做 就接到投诉才去处理 其实很明显就是对于凡亲在有什么网上的渠道 是可以说到泛民的一些看法的话 就会有人去吵 接着选举事务处就会搞事 于是就会打击这些网上的一些言论空间 言论自由 所以我们说这个根本是网上的23条 这个新的规矩我们应该是反对的